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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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夏天到了呢 研究一下衝浪的事情 在我這邊的衝浪高手的兩位 我們歡迎阿龐還有姚元豪 歡迎兩位 他們兩個哪一個比較像衝浪的男孩 我覺得 都不像 都像做工的 可不可以過來一下 到這邊來看一下吧 因為我覺得姚文豪有點書卷氣 有 所以我今天要出書 可是書卷講衝浪的不是嗎 對 真的 因為你有點不像是那種 就是運動型的男孩 我第一次碰到他上節目的時候 他那時候就很溫弱的樣子 然後後來就逐漸開始 有曬黑以及 有肌肉症 而且他以前很白 對啊 真的 我覺得你好像只是 他在參加臉口然後曬太黑 防晒給我做好對不對 阿龐真的比較像工人吧 工人 你知道在想 你衝浪比他久對不對 他衝比我久 真的嗎 他帶我去衝浪 其實真正其實時間差不多 才差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所以讓我搞清楚是你們兩個 已經都是厲害的人了嗎 其實說厲害的就是已經 被大海洗禮過的人 厲害的 回去做啦 講了什麼爛的朋友 S這邊的客人我們歡迎的是 李宣傑還有密學維琪 哈囉 為什麼 為什麼這邊得到的見證人比較多 那邊是線下藝人嗎 好 楊元昊出了衝浪的書 是要教我們衝浪還是為了炫耀 沒有 最主要 這個東西沒有在教人家衝浪 它最主要是在講台灣整個衝浪的生態 跟衝浪的人文 所以你一開始衝浪是為了要耍帥嗎 其實一開始衝浪其實有一點 有一點 衝浪版的那個價錢有高低嗎 有 大家一些衝浪的人呢 會把自己的三餐的錢省下來 為了買一張三四萬五六萬的衝浪 那衝浪人是不是要在海邊的時候 就變得很難親近 很難親近 為什麼 是膚色嗎 是進入自我的世界 人家流氓 怎麼樣 沒有 站在浪上面的話會 不然你要跟誰講話站在浪上面 因為衝浪其實它是一個很 個人運動 個人運動 所以我們像每一個遊戲都有一個遊戲規則 所以像衝浪的話 每一道浪上只允許一個人 在進行衝浪這個行為 其實是滿自私的運動 好奇怪喔 真的嗎 所以蜜蜜有一期 如果男生帶你們去海邊 然後他們去衝浪 你覺得好玩嗎 我會很開心 真的嗎 對 因為其實我很喜歡去海邊 可是去海邊跟衝浪好像不太是一樣 可是他就去衝浪了 沒有再陪你玩喔 那我也可以去衝浪了 妳也會 我有試過 結果呢 倒了 可是就是還是喜歡玩 好玩嗎 妳覺得好玩嗎 我覺得滿好玩的啊 可是我聽說衝浪把妹不是一個好事情 衝浪其實真的把不到妹 把不到妹 真的不是像外面所想 真的 可能只能在去衝浪的途中 跟他在車上聊聊天 到了那邊就會並分二路的 對 帶他去那邊 先在車上聊聊天 隔天再打他去的時候 馬上不去了 這不會是 因為就像剛剛康榮哥剛剛講的 去因為 就是馬上就下手去衝浪 你照顧不到他 而且有的時候就變成說 像我們兩個會玩 然後我們去玩很開心 可是比如說你跟我們去 你會在岸上很無聊 那你玩水是 所以他應該怎麼表現 他在岸邊一直尖叫說 好棒好棒好棒 尖叫好棒好棒 你們也聽不見嗎 聽不見 你可能要做動作 等一下就變成真的 只有我一個人安靜的在岸邊囉 對 因為如果你沒有辦法 跟大家一起的話 就變成 除非說 像 比如說好 我教你好 然後可能一開始會耐著心 因為可能我很想玩 但是因為你是我朋友 我怕你無聊 所以我告訴你說 現在要怎麼做 可能最多一個小時左右 我就會開始心扉了 我就去做別的事情 所以我根本不會理你 可能再碰到你 可能是中午吃飯的時間上來的時候 小孩子 你是 要不要吃飯了 之類的 可是中午的時間你會很無聊 所以其實帶女生去海邊 我認為是一件很 可是如果你們兩個人 帶蜜雪維西去 那我就不會衝浪 你們兩個衝浪 然後他們兩個在海邊聊天就好了 對啊 其實在美國 就是在海邊的旁邊 很多那種小store 然後女生都很喜歡去逛街 然後男生就在衝浪 或是女生就去曬太陽 然後看書 可是台灣的style 是很多的香腸攤 倒場包小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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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啤酒湯 對 那女生在那邊掛說 我們兩個半盤包小場 然後掛完也就沒事 一直只想跟老闆煮香腸 還有 武士那個豬血糕 而且那整個氣質都變得很奇怪 真的嗎 台灣的海邊沒有 可愛小店嗎 沒有很多什麼可愛小店 賣那種手工藝品的 唯一只有在那個墾丁 墾丁是我覺得帶女孩子去 你可以玩到她也會很開心 她也可以去 shopping 其他的我就覺得 女生可以在岸邊喝酒啊 那要喜歡喝的啊 而且太陽那麼大 你看喔 女生美白花那麼多錢 就曬個紫外線回來又要花多少錢 在那邊曝曬四小時會聊 對 一定會聊 我還以為衝浪男孩就是很受歡迎的 沒有 我聽說衝浪男孩是很難親近的 因為就像你們講的 然後到了裡面之後 你們就開始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 對 可是像譬如說 李聖傑打網球的時候 教女生可以吃雞吃豆腐 那你們教衝浪可以嗎 可以啊 你剛剛那句話講得很順 你以為他沒有給李聖傑辯解語意 沒有要辯解嗎 沒有嘛 所以你會這樣 沒有要辯解啊 我記得教你打兩次網球嗎 你覺得有什麼 沒有 我是說可以 當然你不是這樣想 我是說但是有心的人他可以啊 像他現在胸部這麼厲害的話 你有什麼辦法手伸到前面 然後不要碰到他胸部 很難吧 那怎麼辦 因為打球你看 尤其打網球要繞過來啊 你要夾進來啊 那一定會有這個動作 所以你夾進來的時候 就一定會打到 我把球開拿來 看你這點怎麼不激動 我教 好 教練請教我打網球 好 OK 其實因為教打網球一定會碰到手啦 OK 然後手呢 好手其實就是對準這個 虎口對準這裡 虎口對準這裡 對 那你不要握那麼上面 握下來一點 好 然後手腕 你怎麼講雙關語啊 喂 你怎麼會這樣 你嚇人 你嚇人 OK 這樣有夠詳性騷擾嗎 OK 然後你的手腕要往後擺對不對 嗯 左手要伸直 左手伸直 對 然後膝蓋要稍微蹲 對 好 然後呢 這個手上次我講錯 我在靠腰 手要靠著腰 真的 手要靠腰 對 要靠腰 然後呢 然後轉身的時候就要繞過來 哎唷 要到這裡 對 李宣潔你也太下流了吧 因為他剛剛在後面的時候 其實可以貼很近對不對 如果要吃豆腐的話 對 他是有風度啦 就如果你有心理是可以緊緊這樣 黏著人的啊 是有這種變態教練嗎 我不知道 但是通常不會啦 通常不會 那如果男生教男生的話 會變得很尷尬嗎 你教康隆哥看看 他很想學網球 一樣 來 不是就是那一招 手握低一點什麼這類嗎 對 沒有 其實男孩子的話呢 你就可以動到腰 你就可以碰他的腰 好 對 這動作不錯喔 然後左手伸直 對 左手伸直 對 右手伸直 對 右手伸腰 左手為什麼要伸直 就是 這是一個平衡的動作嘛 你的左手平衡 那需要你的手勢嗎 要不要 不用 伸直就好 對 對 然後你的肩膀 如果一定要把小學姐叫起來 你拿花筆 花筆 OK 然後你的腰呢要轉 你看我就可以 不要轉腰 這樣用力有沒有 然後你的手肘要靠身體 放鬆 靠腰 對 轉 然後你的腰要跟著轉 你好僵硬喔 你好像那個什麼捷克娃娃 那搖搖後會比較好嗎 那種有穿望的人腰力都很好啊 應該會吧 那你選了 蛤 你弄去吧 來來來 來來來 這個 這個因為未婚 所以你可以隨便吃豆子 就講很多雙關也會不會 不是吃不到啊 你看他胸前 那Vicky才有辦法啊 我沒有辦法 以後你孩子會很 唉唷 他可以找你嗎 那時候我比較沒了啊 真的嗎 大小會真的會有差嗎 沒有啦開玩笑 OK其實 你有看到母親被吸到乾嗎 超沒概念 不可能啊 就是懷孕的時候那個 母房應該會變大吧 我說不定還有機會啊 但是應該也不會差很多啦 會 會差很多 會差很多 所以妳為了追求胸部 就要懷孕囉 對啊 對 肚子也會變大 不是只有胸部 妳知道我懷孕已經穿到 好像也穿到 快要一兆杯耶 哇 真好 A B C D E 真的嗎 可是他會再慢慢縮回去 你就會覺得 那原本是多少 好縮喔 好縮喔 我原本大概 B加C 所以妳原來是那種 妳還沒有跨過門檻的時候 胸部已經過了門框的那種 那不是適合怨胸 現在已經變成說 要腳要跨過去才有整個人做一次 對 現在就已經恢復了還滿正常的 真的喔 不過妳以後還是會變大 所以圍棋跟蜜雪是圍棋厲害 蜜雪不厲害這樣 妳是說網球嗎 妳說那個 網球 尚偉 尚偉 但是後面是他 對 什麼叫後面 我們是一個人是前面一個人是後面 真的嗎 妳是這樣分工的嗎 有點天生的 很難懂 好難懂喔 什麼時候要後面 他一直說 所以妳沒有 就講得很奇怪 他有分前胸跟後胸對不對 我們是說 Vicky的向圍是比較 她是背後 不是 她是背後 我天啊 好難聽 妳的是臀部翹 對 臀部翹 然後她是 胸前尾大 所以妳們專輯上面有打這個嗎 沒有 圍棋大胸然後後面 蜜雪翹的 我是盡量可以摺就摺 她是蜜雪館後面 然後 服裝師說我們今天要穿露勾的衣服 蜜雪就穿一個露背後的勾出來嗎 對啊 我們都互相分配 所以Vicky妳不喜歡那個胸部太大 我不是很喜歡 因為像打網球就會很不方便 就是會覺得 愛演嗎 而且就是感覺跑不到 不會啊 女性網球選手 不是現在都穿細肩帶的那個 對啊 那個Sarapova 他們現在都穿得很好看 對 可能會自己比較不太 對啊 而且她常常有個心願 就是她希望可以 塑胸 窩熊 每個人都在講豐胸 但是沒有人在講怎麼塑胸 講這個話還蠻 我覺得蠻消毒的吧 讓人家討厭吧 對啊 但是是真的 妳也沒有搭到那種程度吧 對啊 我盡量摺攔 真的嗎 她其實那個 不然妳把衣服脫掉 我看起來 我像在後台的也遺憾 妳放到後台 徐欣平每天都到後台 其實她的那個很漂亮 真的 真的不錯 妳後面很厲害嗎 她的後面也很漂亮 還好啦 對啊 所以小妹妹如果教練教的時候 就妳會害羞嗎 我 我就是運動細胞很差 妳教到會教到那種 兩手繞過腰子的教法嗎 一定要的 OK 但是 但是基本動作我會這樣 就是 女孩子如果你穿 所以妳教她遲拍對不對 遲學來拿抽拍 好 在前面對著鏡頭 對 然後妳現在要指導她對不對 那妳基本上人的感覺 要稍微有一點往前去 對 重心往前 然後妳的左手 要扶在這個 對 然後呢 對 妳膝蓋上 來囉 對 然後準備 她後面 這樣可以嗎 對 對 手要這樣 這樣 我要緊張 然後手要伸直 妳可以 手可以伸直 不是這樣 對 伸直這樣比較好看 對 有沒有 然後呢 球來的時候轉腰 轉腰 往左手接著 有沒有 教練真的不錯耶 哇 妳好會教 我至少會 所以李聖姊 妳的心完全沒有那個意思嗎 沒有啊 就是 看妳的心態在哪 妳就是很正氣靈 因為以前我還教游泳 我是游泳教練 所以那個 身體的碰觸會更多 天啊 沒有 有一次我 我記得我教游泳 有一個 有一個 女孩子穿比基尼 然後就 因為動作太大 就整個就掉了 對 那有時候妳還要幫她 稍微遮一下 說不定是自己在 志願在妳面前掉落的啊 妳說妳幫她遮是怎麼樣 就把她這樣擋住嗎 沒有 妳要想 抱住 因為她那個 後面那個線掉了嘛 妳要稍微幫她抓 抓住然後她就是 妳抓比基尼不是這樣直接把她蓋住 不是 因為妳算是戰人君子 那來交衝浪吧 交衝浪有什麼辦法可以把妹 衝浪很多耶 真的嗎 太多了 來 就每個動作都可以啊 快點 交媽媽 交媽媽 媽媽一下妳的衝浪呢 像這種媽媽媽的問題 妳靠太遠了過去 如果媽媽去衝浪的話 那個比基尼要特別 要綁緊一點 因為那一定會掉的 妳不要管她比基尼 她是要學衝浪啊 她是要掉光啊 不要說我們交衝浪啊 我們可能都會 比方說像現在這邊有塊板 我當女的啦 她當教練啊 好不好 來來來 我不要妳當女的 我不要妳當女的 妳是妳當女的 妳身材最為保衛 不能曝光的動作 竟然會引來殺氣 這個動作不能事先曝光的 我只記得前面一個8就是 5 6 7 8 太精采了吧 妳這樣去球衣是被捏球員 我很生氣耶 我現在是救妳 妳跳一下動天第一次曝光這個舞蹈 會被瘦 我跟你講 我不要妳當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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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很難動 對 其實動作 我看看動作嚴重到什麼地步 比方說這邊有一塊衝浪板 然後首先會教的 可能就會先教她說 認識這個板子 她的構造跟什麼 然後再叫她趴下 就趴著 最主要是趴著 趴在板子上 對 趴在板子上 然後可能就會跟她講說 首先呢是 在滑水的時候呢 雙手要先放開 這時候我可能就會跑到前面 看一下 穿比基尼 妳那個 要 因為她 因為她的板子有大小對不對 所以妳趴的這個 左邊或太右邊 會有關她的Band 她的Band 阿龐 阿龐 走開 威琪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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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剛剛那個網球 現在要換到威琪 變衝浪 還好我去得過 因為妳褲子衣服又夠 那我家 我家 我家 沒有妳的事 來 加油 妳好 OK 所以我要整個人趴下去嗎 穿板子這邊 妳就要麻煩妳趴差不多 像這塊這樣 這樣跑好了 威琪可以嗎 Are you sure 妳要不要先扶著一下那邊 她裡面應該有遮住吧 有遮住 所以妳要到前面看對不對 沒有啦 這樣就 妳真的要到前面看了 這次我不會去前面看 對 然後她再趴好了 又怎麼辦 就如果趴好之後 那可能就是 剛剛先講到 已經跑到前面去看了 OK 看完之後呢 回來的時候可能就是 接下來就是腰 腰這邊可能要抬頭挺胸 可能下巴要 所以手不能撐 所以手要放哪 就是沒有 手是 手是放輕鬆的 完全用腰的力量 把身體挺起來 完全是用腰的力量 把身體挺起來 然後腳還要合起來 像我女兒最會的動作 對 我女兒每天都這樣 圍姬很累吧 對 像 像這樣一個 像這樣腰 然後這樣的腳 這樣的腳 那那個腳尖要不要抬起來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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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都用到腹部的力量 最主要是在上半身這邊的力量 所以這個姿勢是下海的時候 要這樣 滑水 所以這樣妳要她弄多久啊 比方說像我這樣 一個正確的衝浪姿勢 可能就是這樣 這樣 然後這樣 那這樣很累耶 對 這樣滑水 對 這樣滑水 正確來講是 妳的這個柱骨貼在通浪板 以外都是不能碰到 咬圓浩 那我問你喔 這樣子衝浪衝 然後浪來做怎麼辦 立刻這樣彈起來 站上去是不是 對 就是 我們先滑出去外海 妳讓她示範啊 妳就先 比方說妳看我現在 海是這樣來 我們開始從沙灘要出去 然後妳要聽徐西地指令 她的指揮海浪 好 快點 聽說後面有個很大的浪 現在滑滑滑 滑滑滑出來了 然後會轉過來 會坐在板子上 把板子轉過來 在這邊等浪 好 如果我浪來 妳喊浪來了 預備 等一下浪 你先等好 等 快來了 浪要來了 好大一個 趕快就趴好的時候 趕快倒方向 快追亂 快點 這樣追 好 要來了 就在後面 好大一個 好大 我的媽媽也太大了吧 好高喔 四層樓高 真的過癮 真的過癮 嚇死了 哎呀 到底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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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形容一下有多大 好 前面太多了 再兩秒 來了來了 好 快點 哎呀 旁邊那個人上去了 對 怎麼會有這樣 從頭會發生這種事 就其實 滑滑看到一個浪來的時候 很就是很期待 要去衝那刀浪 滑滑滑過去突然 一個人衝下來 心裡默唸一句 然後 又滑下去 又滑下去 真的很失落對不對 那種感覺 對…會… 因為你看很久的浪 然後突然被一個 莫名的人搶走 可是剛剛S做的那些 心中獨白真的會出現嗎 就是好大好大一個人 好大一個人 會…如果太大 因為每個人都有一個極限嘛 如果超過太大的話 自己心裡都會緊張 有… 所以會不會有那種太大 然後想說 算了 先不要上去好了 有…像我們一個朋友 叫張孝全 他常常會遇到這種事 這個太大不要 所以大家讓給他 結果他不上去 對…會 那怎麼辦 就浪費掉一個浪 跟阿龐剛剛講的啊 結果下一次他就可能要 大家衝完 對 可是那個浪很高的衝過來對不對 你們就算不上去 那個浪打在你們身上 不是也會醃到臉 對啊 會醃到臉 所以我們就習慣 像我們自己常常可能會 沒事的可能就會練憋氣 那會不會打下來結果 暈了 翻了就是這樣 我最嚴重的就是 有一次就是浪比較大 然後打下去之後 然後衝浪板直接這樣 從我眼睛這樣刺到 但我覺得最恐怖的 現在這邊還有一個疤 這邊還有一個疤 然後當初就在海上 流鼻血啊 然後整個就暈眩了 然後最後我朋友把我救上沙灘了 維吉他講的那個故事 打到眼睛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很英雄 英雄嗎 沒有嗎 很慘 不是 因為我覺得很恐怖 因為我就試過一次 我再也不敢試了 因為我上去 然後掉下來以後 我真的不知道哪一邊是誰 就是不知道要往哪邊有 對 會失去方向感 對 因為我覺得好恐怖 所以我就不敢了 那如果浪一隻來一隻 就是一個你很期待的浪 然後結果 中間隱藏著一個鯊魚的 這樣 就沙魚跟著浪 之前也是我們有去巴 這裡也有 去巴厘島 去巴厘島衝浪 可是不是看到沙魚 是因為那個 下面全部是那個Riff嘛 珊瑚礁 然後水顏色很乾淨 顏色很乾淨 就在衝浪 然後滑滑 滑到滑在看浪的時候 突然那個下面有一條那個 一隻雨很大 在珊瑚礁裡面這樣 然後這樣穿過去 大家 然後很大 那時候很好笑 那時候我們在巴厘島一個地方嘛 然後 大家就在等到 就是這樣坐一盤 大家好朋友 我們十個人去 然後大家坐一盤 結果呢 我坐在這邊然後 大家在看就有一條浪來 就看到那個浪裡面有一條魚 我的板子差不多有九尺 也差不多從小孩子到這邊這麼長 那魚就整天有這麼大隻 然後是這個顏色的 綠色的 他們這樣看到 看到之後 比如說我是坐靠近 他們最靠近魚對不對 他們全部都滑走 都沒人跟我講 我一直在那邊看看 奇怪 怎麼能 怎麼都不見 他們一直游泳 有可能有可能這樣 鱷魚 在國外比較遠的看 鱷魚 不是那顏色是什麼 綠色 我不知道 就是綠色的 史瑞克嗎 史瑞克不是在住在海裡嗎 結果那隻魚到底近看多大 沒有看過 沒有 他就游走 第一次 然後第二次隔一天我們要去 然後我們去租船 然後跳到海裡面去衝浪 然後我們就看到旁邊有一個浪點 浪很大 結果又是我們幾個 然後有 比如說你們三個就說 我們都花機票錢 我們一定要從很大很大的才購本 結果他們三個就滑過去 滑過去之後我們就一直看 看看 他們為什麼把手跟腳都收在衝浪板上 都不敢放在水裡 都放在衝浪板上 放很久 因為那邊看他們在幹嘛很久 就後來滑回來 我說你們怎麼 他說他們剛剛滑出去的時候 然後有個人說 你看水裡有個很大的油桶 黑色他們說油桶很大 另外說才不是 結果兩個人在討論的時候 就看到那個油桶要翻下來 然後兩個騎 然後翻下去 所以所有人把手跟腳 全部放在衝浪板上 然後過很久才滑回來 可是那不一定是鯊魚耶 不的不一定是鯊魚 應該可能是鯊魚 是鯨魚嗎 對 可能 可能或是什麼之類的 對 可能是那種騎魚啊 或是說那種 所以不一定要把手跟腳收起來 但是會怕 你這很近距離的時候 看到會很怕 對啊 因為我們連去潛水的時候 餵那個麵包給那些小魚 手指都被咬傷 何況是大魚突然鯊弓也是 對 如果他啃你應該也會 流血之類的 就可能只是想跟你玩咬一下 然後手指就不見了 所以比起來是不是 頓時覺得網球比較不帥 不會啊 網球還有那所謂的 灌籃式的扣扎 現在開始想比賽 好 灌籃式扣扎 就跟上籃一樣 我們不是會跳起來 這樣嗎 那網球就這樣 這樣 一個動作啊 很好啊 對啊 要衝 你要衝啊 是這樣 衝浪可以臀跳喔 你聖傑真的是 你要衝浪可以臀跳嗎 OK 我可以臀跳 飛起來 就是你的板子 板子 人站在板子上對不對 然後這個浪嘛 你衝上去整個離開水面 人在天空跟板子飛起來 然後很多國外的都可以上來 然後做很多動作 或者是360度 像什麼樣的動作 就比方說這樣衝嘛 浪這樣上來的時候 整個飛起來 360度在天空轉 就飛在空中這樣 它下來還可以繼續接到浪 繼續衝喔 這麼厲害 360度在天空 問題是你在平地都 無法360度轉 為什麼在海上 因為它的浪是有弧度的 其實衝浪把它說簡單一點 就有點像是 把一塊板子 放在一個大斜坡上 藉著那個斜坡的速度 往下衝的時候 藉著那個速度再往上噴 它就會有速度就會 有點像U型版的樣子 離開要離心裡 它有沒有很愛漿 很愛用氣音 很愛用氣音 就像那個什麼 好像喔 好像喔 它用氣音在那邊 所以很溫柔那樣子 所以 就是你們在板上 跳那些動作的時候 萬一路人 就山上的人沒有看到 不是就白跳嗎 再跳一次啊 一定要被看到 然後要被歡呼 其實通常做那種很高級的動作 別人都看不到 對 就自己在筒子裡面玩 而且浪都通常是特別大的時候 所以遊客特別少 我在想你們是不是很享受就是 沖完了然後夕陽 然後夾著板子 然後這樣走回岸邊 然後這樣縮頭髮那一刻 有耶 而且要有很多那個 妹妹 對 他們已經 之前在看妳沖一樣 可是走上來的時候 我們發覺自己都會發光 因為那時候夕陽啊 顏色剛好 然後全色黑黑的 然後加上一點水 就會發亮 小說裡面會跟傅太太 那個有傳緋文的 通通都是網球教練 或者是游泳池清潔員對不對 對 就比較少是衝浪的 因為傅太太不太去衝浪 不會去衝浪 因為他們怕黑啊 傅太太 對 所以還是有前途啊 可是你有想要跟傅太太發生關係嗎 沒有啊 沒機會啊 也不可能 欸 我們康熙來 前一陣子有訪問你的肥文女友耶 蛤 安琪 喔 那是 那是因為你前途 欸 她前途她跟你在一起了啊 蛤 她前途她跟你在一起了 沒有 沒有 真的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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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是我明星網球隊的隊友 我們知道她說後來你們兩個在一起 沒有 不是有做承諾才為她寫的一首叫做Andro的歌嗎 沒有 承諾因為我每個歌都有一個故事嘛 那我想說 寫一首這個籃球的歌啊 然後一定要有一個女主角 為什麼籃球不是寫陳建舟要寫安琪 那一定是 我男孩子唱一定是寫女孩子的 不是 沒有啊 一定要有一個女孩子啊 這樣才是 不會啊 李宗盛寫歌就寫給Landy啊 就是寫給男的啊 就是情歌嘛 一定要男女有一個副董事 所以是情歌喔 對啊 她是情歌啊 是一首拉丁的情歌 絕對是寫給情人的啊 也不是啊 情歌寫給隊友啊 不會吧 對 她是一個想像啊 寫歌有時候不一定完全是自己經歷過 就是有一些想像你的朋友的故事啊 所以妳想跟安琪在一起就對了 蛤 妳想跟張安琪在一起 沒有啊 就是一個 我知道 是不是因為她那時候有男朋友 所以你們不能公開 我 我不知道但是我 為什麼她太瘋了 跟Model在一起公好嗎 對啊 幹嘛 你們公司會care這個嗎 你是實力派耶 沒有 其實 好啦 那就成了啦 沒有關係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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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可能是因為她是第三者 沒有啦 其實沒有 真的寫歌 好 妳是第三者 寫歌給 我知道第三者的心情很複雜 因為你愛她 你又不能這樣 很辛苦這樣 多虧我教妳網球 加油 加油 真的 祝福你們 沒有 真的沒有這回事啦 好啦 各位回座吧 好 各位回座吧 只要不然扯到這件事就完事了 好 麵球已經有新的專輯對不對 對 對 我們要送給你們 謝謝 謝謝 所以 新專輯 請坐 還有我啦 新專輯的製作人是 也沒有 聖傑也有嗎 有有有有 就是裡面有Angelo那首歌的專輯嗎 有 對 謝謝 對 可是上次安齊已經拿給我們過了耶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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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做好轉交嗎 沒有 有聽說你要在 從十杯籃球的開幕裡上 跳拉丁舞啊 對啊 那你現在練好了嗎 昨天才開始練而已 你練到什麼舞步了 我練 我練兩個八 就是 兩個八拍 兩個八拍啊 但是 來 李鮮傑出來看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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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丁 大丁 因為教練在這裡 他會唱 因為 因為這個到時候會 這種恰恰是不是 恰恰恰 因為到時候會 在開幕點裡跳 你現在沒有種 跳怎麼行 來啦來啦來啦 哪一種啊 哪兩個八啊 沒有 我只記得前面一個八就是 五六七八 血腥在海上遇難 竟然無人相信 如果我下去 第一道浪衝完之後 我的腳趾就斷了 我還在那邊大叫 我一直叫 他一直叫 結果他以為在給他打燒烏 就滑走了 你知道 他打電話放手機 沒有人相信我 我說我真的現在在水裡 放病了 在水裡還打電話 趕快拿衝浪板下去 找他 五六七八 就是 今天有一個 太精采了 再一次 五六七 然後 然後我忘記 我忘記腳要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啊 因為後面忘記了 你不是有兩個八嗎 你剛剛只有一個 我昨天寫兩個小時 只記得前面這個 你只記得這一招 你怎麼會摸一下 因為他是摸一下 你看他就 不是一下 就胸前嘛 五六七八 這門是一下 然後 我忘記後面 你這樣去球衣是被捏球員 我很生氣耶 而且這個動作 不能事先曝光的 這有什麼神秘武器嗎 我們現在是救你 到時候當天 第一次曝光 這個舞蹈會被揍 我跟你講 那球員已經知道 戰果都被點燃 然後一刻突然看到你這樣 除了那個之外呢沒有 沒有啦 沒有啦 就是 剛剛你只記得那一個 其實有 它 然後呢 有沒有一些扭的什麼那種 什麼抖屁股 它就是 就是有一點就是恰恰嘛 前後恰恰恰 然後呢 所以你 一二 前後恰恰恰 什麼那種 你已經會恰恰了嗎 就是昨天稍微學一點 但是我還是不會 小S可以教我 所以你跟S現在對跳 一點點恰恰可以嗎 就是前後 我先後退 前後 然後 後退 恰恰恰 後退 恰恰恰 前後 你不會啊 李仕傑 我就是前後還在學啦 恰恰總共只有前後而已 反正還有四天嘛 我這四天要練 你只是四天了 我啊 四天我要學會兩個八 所以四天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你跳 拉丁舞的樣子 所以你就知道我心裡有多大的障礙 我其實很喜歡跳 只是我覺得 你很喜歡跳 對我很想跳 沒有感覺到這件事啊 你很喜歡跳舞 所以我很努力啊 我想讓它更好啊 所以你是說你會去舞廳 就是隨著音樂搖擺那種嗎 很少機會 但是你骨子裡愛跳舞 對 因為我都聽一些 國外的拉丁的一些東西啊 那我就覺得 其實如果會跳很好看 你在聽國外的拉丁的音樂的時候 會隨之起舞 是不是 會 哪一類的舞 像 Live in the Vida Loca 老師你會不會彈這種 我不會跳 看看你是哪一種 就頂多這樣扭一扭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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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嗎 對啊 來啊 對啊 來啊 這不知道怎麼跳這個 看你平常聽到的拉丁音樂的時候 你在跳的 你幹嘛 對手太沒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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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他不是比你有勁了好不好 喜歡亂扭屁股啊 好 那現在又不能 現在為什麼不能 對 你在顧慮什麼啊 你剛剛已經毀了 所以也沒有什麼好顧慮的啊 好 謝謝你們加油啊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今天要了解一下 現在很成功的這些歌手 呃 之前碰到過什麼狀況 聖傑有被解約過 對啊 呃 什麼時候的事 99年 對 那時候你已經 你已經唱唱歌了 對 多久 呃 我99年發冷咖啡 然後隔一年解約 然後 我就想 你99年發了一個專輯叫冷咖啡啊 冷咖啡 那時候我叫李傑 是故意學王傑嗎 沒有沒有 因為 因為公司覺得 你 誰要故意學王傑 你說話很過分耶 然後 不是他一個歌手叫李傑聖嗎 你不覺得他一直在繳獲 欸 對李傑聖 所以現在是學李傑聖叫李傑聖 這是我的 那請問是學蘇永康嗎 好像還有好幾個叫永康的 上次有個主播來了 叫做陳永康對不對 陳永康 對 好 所以李傑聖也是本名喔 本名 所以當初叫李傑 發了一個叫冷咖啡 對 所以那時候是不賣是不是 99年那我記得看到報表 一萬五千多張 現在算好耶這樣子 以前我不知道99年 然後唱片公司跟我解約嘛 然後我就覺得 他們有明確地說是因為 銷售量嘛 其實那時候看銷售量 但是我覺得 有一點不甘心 所以我就決定在PUB裡面再唱 那唱了差不多三年的時間 就另外一家唱片公司找我 然後就發了痴心絕對 那唱痴心絕對之後呢 這家公司又有一些財務的狀況 所以又解約了 又解約了 解兩次約 對 等於第二家公司也擠掉 對 然後呢 就覺得說我應該還有機會 我只是對自己覺得有那個自信 所以我就在PUB裡面唱 就繼續再唱了兩年 那因為這個痴心絕對呢 2002年發的時候 還不是很多人知道 隔了一年 我記得我走在忠孝東路 看到那個錢貴的那個KTV 點播率全國第一名這樣 對 然後覺得怎麼可能 台灣會發生這種事情 隔一年才會看到自己的那個 第一名 然後 這個時候就很多大陸的經紀人啊 還有台灣經紀人一直打電話給我 你在當中被解約兩次 都還覺得有機會是什麼原因啊 是誰給你這個想法 因為我覺得自己 當歌手要對自己有自信啊 如果你自己不確定你的聲音 可以讓大家認同 那你何必唱呢 所以你一直覺得 覺得自己唱歌很好聽 一定可以是不是 我覺得 至少我有自己的感覺吧 自己的特色 那時候的收入主要是來自網球嗎 對 交游泳 網球 然後 PUB演唱 但是都不多 所以心情不好的時候是靠 運動來 心情變好 對 唯一 的方式 這還不錯耶 就是 很健康耶 白天可以靠運動把心情搬回來啊 對啊 那 密學維新應該沒有什麼 心情不好的時候吧 心情不好的時候 就一直跟朋友講啊 打電話或是上網 你們這次出專輯有被罵嗎 每一張專輯應該 沒有 沒有 因為那個小松小布老師太忙了 沒有時間來 但是好避允 但是好避允 是不是 有人幫你們把老師伴住 你這樣沒有哭嗎 所以他們兩個以前也有羞辱你們嗎 常常 不是羞辱 就是訓話 這樣子 最久可以罵多久 從晚上到隔天早上 凌晨 凌晨 幾點到兩點 大概從 其實他們從晚上八點開始 錄音就開始 邊錄邊 訓話 然後到隔天早上天亮 對 所以他們跟你們講的話 也會像在電視上講的那些嗎 我覺得很多很像 很像 像哪些 就是 藝人應該要怎麼樣 然後 就是 你們 你們難道只想做花瓶嗎 什麼之類的 或者是 他在講為什麼 就是說 OK 因為我們有一次 那個被拍照的時候 就是 很胖 然後老師們就 那一次是因為 我們晚上還在錄音 然後隔天一大早的通告 要去照相 那當然錄音的時候 都要喝水嘛 那我們喝太多了 隔天我們也是第一次照相 所以也不知道 結果後來報紙一登出來 就是臉整個是腫的 而且那個照相機 是從下面往上開 所以更恐怖 那時候我們隔天就是很興奮 到錄音室要去看那個報紙 我們第一張照片嘛 結果一進去看到 柏哥一個人坐在那邊 很兇的表情 對 結果後來我們一進錄音室 哇 那張報紙貼在那個錄音間裡面 就貼在那邊 然後他就說 你們記得了齁 你們第一張照片 這個樣子 永遠會被人家記得 就是如此的肥胖 然後臉如此的圓 人家對你們印象就是這樣 就像你們如果再怎麼瘦 再怎麼漂亮 人家也會拿那張照片拿出來 就是說 曾經密學會計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 他會講這種話 對 他說得好像太誇張了耶 其實沒有人記得 對啊 沒有人會記得你一開始 長什麼樣子的 真的嗎 不知道阿龐 從一開始就長這個樣子 像現在那樣子 我以前不是長這個樣子 你以前就是長這樣啊 真的嗎 可是我以前很瘦耶 可是 就臉沒有太...不會覺得說 哇 你以前怎麼這麼醜 不會有這種感覺 因為... 我以前覺得好開心喔 我以前... 有種很開心的感覺 很多藝人以前很醜啊 可是你一直以來都是一樣啊 都是...都沒有什麼改變就對了 對 謝謝 可是製製人會把 醜照片貼在場上 然後說這話還蠻... 另類的 所以妳前面有個牌子寫妖怪耶 是老師罵妳妖怪嗎 不是 是... 我最近去主持就是一個節目 然後... 因為...其實我覺得可能... 小朋友過 因為他是兒童節目嘛 他們不知道藝人其實是要化妝的 我...到外景去... 怎麼你也在啊 先放棄 是 是... 我在想說不會小孩子看到他沒化妝 然後妖怪妖怪妖怪 沒有...我是化得太濃了 然後小朋友看到嚇一大跳 那個音樂學院的小男生可能就是... 音樂班的學生可能就比較... 比較... 嬌種吧我覺得 然後就轉過來就對著我大叫 妳妖怪就說人家嬌種 蛤... 妖怪說妖怪 然後我就... 三條線 然後我就回去照鏡子 真的裝滿濃的 好...那... 揚揚畫前面有個牌子寫女鬼 她是被指責罵過的女鬼 什麼...你遇過女鬼啊 沒有...對... 不小心遇到 楊綾浩出海衝浪 輕鬆事集 等一下告訴你喔 你遇過女鬼啊 沒有...對...不小心遇到 衝浪的時候嗎 不是...工作的時候太累了 衝浪不錯耶 如果他慢慢從水裡浮出來了 嚇死吧 我游泳我都很怕耶 就是游泳不是要這樣起來換氣 我都很怕一下去 然後一個臉跟你這樣對抗 我覺得如果你在衝浪板上面這樣滑 結果突然看到有兩隻手 從底下抱住你的衝浪板 跟你一起這樣 不是很好嗎 沒有 因為更可怕 你在衝浪板這樣然後滑 覺得奇怪怎麼越滑越重 越滑越重 然後一轉頭他就這樣 這樣可怕喔 這是鬼片的情節 其實我心裡有在想 因為其實在海邊其實會... 你們兩個後面 有一個攝影師 可是我說在海上真的會有遇到像這種感覺 就比方說因為其實在海裡面 常常我有遇到那種 就是學生去玩啊 溺水的 對對 其實我們去年就救了四個 四個是有救起來的 你會救人 就是有衝浪板 然後去把他溺水 怎麼都會去救 有救的 救起來有救四個 所以你們是在什麼狀況下 被要求去救人 沒有就是我們在衝浪嘛 可是殺人上 突然就有人比一個急救的手勢 學生 幾乎都是學生 很多都是學生 穿著牛仔褲下水啊 那他們怎麼知道要比什麼手勢 他就這樣啊 這樣啊 這樣啊 這樣一直跳 這樣子跳 然後我們大概就知道說 怎麼趕快滑回去 他說他同學不見 這個要教一下 不然有人還以為在打招呼而已 沒有 其實是海上 我跟你講這是真的 所以這個是真的急救 那我那時候是怎樣 颱風天很大 結果我一下去滴到浪衝完之後 我的腳繩就斷了 斷了之後板子就整個回到岸上去 可是我離岸邊很遠 而且那浪很大的颱風天 結果我就想說我要怎麼辦 那時候第一次我超緊張的 然後我就看到我的朋友滑 衝浪板滑出來 結果我就一直跟他 嘿嘿嘿 結果他有了在跟他打招呼 就滑走了你知道 我那邊大叫 我一直叫他一直叫 後來我試著去游過去找他 結果後來一抓住他之後 我跟他講 他說 他說你怎麼游過來 我說我是跟你講說 我衝浪板掉了 腳繩斷掉 我說我沒有板子 然後後來就兩個人 他載我們兩個人滑一個 所以你不應該這樣求救 你應該這樣啊對不對 重點他沒有講到 我們在上面 因為我們在海邊 其實我在海邊有開一家衝浪店 然後我們在沙灘上 都可能會設攤位 就是出租浪板 然後他那時候拿的板子 是我們店裡的那個衝浪板 然後下去之後突然呢 他的手機在上面 阿龐手機怎麼會想 我就拿來接 喂 你要找誰 我要旁啦 在水裡喔 因為剛好那一個朋友 他有背一個防水袋 你沒有放手機 他打電話上岸說 我說你不是在水裡嗎 而且沒有人相信我 我說我真的現在在水裡 放病 在水裡還打電話 我跟他借電話 怎麼可能水裡有電話 我說真的 對 然後我們還趕快 我們還趕快拿衝浪板下去找他 真的是 拿衝浪板下去找他 然後把他拉上來 他還打電話上來 我嚇一跳 奇怪怎麼打電話上來 還有人帶手機去衝浪的 有 有些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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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阿伯在烏斯港 他更帥 他拿那個衝浪板 下水衝浪的時候 然後可能在等浪 浪來的時候他 他先接電話 喂 喂 他事業做這麼大 等一下 浪先來了 我等一下跟你講 你不要掛 然後先 就丟在胸前 然後繼續先衝 衝完之後再滑出來 是 好 你說 對 好 我知道 好 是 又來了 然後掛這樣 好好笑 什麼是非講不可 而且裡面還有放兵 還有放兵 有些是年紀比較大的 就他們有工作 所以那些手機是防水手機 就是它有一個防水袋 有個防水袋 外面買得到 外面買得到 在在台上修訓好嗎 還不錯 沒有人會相信啊 我試著打 沒有人全部 我是說我在你們前面 所以 而且但是我很外 非常外面 我看他們都是這樣 小小一點 那是他旁打給你的時候 你跟他說 我要聽烏龜的聲音 叫他打給烏龜 不要鬧啦 所以如果真的遇到危險 求救要這樣是不是 是這樣 這個是公定的語言 對 就有方法 因為剛剛講 你說任何人萬難 他也教過游泳 所以他們 對 我當過救生員 我知道怎麼救人 就是你不管男孩子女孩子 你千萬不要正面跟他 因為他那個時候 根本沒有意識的 OK 只要看他東西就抓 這個時候你大概 接近他兩公尺的地方 你要潛到水底的 然後呢 把他的腳給轉過來 這個時候他的手 不會去正面抓到你 你接近 我接近小孩子 你跟阿龐演一下好不好 OK 救命啦 救命啦 投入一點好不好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我接近 他一定會想辦法抓住我 對不對 這我這頭要潛到水底 然後呢 我在水底把他的腳轉過來 他會乖乖讓你轉嗎 他不會 但是你可以轉過來 硬轉就是可以 他會不會踢你臉 然後呢 他基本上會 都會 但是這個時候 所以救人呢 救人呢 其實不要怕說會傷害到他 你直接頭髮就抓著 真的假的 那是我兔頭的 對 那是你那位 那是你那位朋友 做緊接的朋友 那是兔頭你要轉哪 就是你頭髮 抓頭髮 對 你要頭髮抓著 因為他 假設我現在是兔頭 那就抓耳朵 對 沒有 還有叫拖餓 就是你要拖著他的 OK 結果沒ES被你累死 讓他的 讓他的這個嘴巴能夠往上 因為你身體轉過來 他抓不到你 所以你拖著 然後就往旁邊游走 OK 對 因為他頭髮是真的救生員的那個 對 好啦 你要給人家一點分數 好啦 那夏天 教這個真的蠻重要的 很重要 好 所以我們今天的明星們呢 有跟我們講一些快樂的秘方 就是如果你心情不好的時候呢 像你 你身體他度過的方法 有運動可以幫助你 然後你們兩位都是靠衝浪 對 那 如果你對於這快樂秘方有興趣的話呢 維他路基金會有找我拍了一支這個 希望帶給大家快樂秘方的廣告 好 那等一下大家看一下 大家都在說 財富排行榜 成績排行榜 業績排行榜 其實這些排行榜的第一名 都是別人排的 如果有一個快樂排行榜 你可以排第幾名呢 每天對鏡子做做臉部快樂操 告訴自己 你就是快樂排行榜上的第一名 決定快樂 Yeah 興趣的人呢可以到 維他路基金會的網站上面去 測量一下你的快樂指數有多少 幫自己找到快樂起來的方法 好 那今天謝謝大家囉 謝謝 謝謝 黃金戰士黃金戰士的答案 哈哈哈 你要不要試試看看 只好是你老婆啊 那我要怎麼做 自願 自願 你今天在場上表現不好哦 哦 他說自己是 黃金戰士 哈哈哈 你也太配合了吧 哈哈哈 你都不擔心有損你求援的形象哦 好愛玩哦